小宝宝肚子鼓鼓的,在外人看起来非常可爱,可是,这对于亲手爸妈来说却忧心不已。 有的时候,爸妈担心宝宝肚子正会不舒服,有时候担心是不是宝宝吃太多了,有时候担心是不是宝宝变秘了。 宝宝肚子正有以下这些原因,一,不必记忍发育未完善,小宝宝的肚子看起来总是鼓鼓的,比成人的肚子大。 大多数是因为宝宝的腹壁进入发育未完善,亦是为肠充盈影响导致,属于正常现象,随着宝宝长大,肚子会慢慢平坦的。 另外,宝宝的身体前后是成圆形的,不像成人的眼那样略成扁平状,也是宝宝肚子看起来古古的原因。 而吞吞是过量空气,喂奶真是不对,宝宝吃奶的时候,如果真是不对,吸水太极的话,容易吸入过多的空气。 奶嘴不适合,奶嘴大小不当,或者是平身倾斜,也会容易吸入了过多空气,导致腹胀。 那两方式不正确,有的妈妈没有营业,常常等到宝宝饿到哭得很厉害的时候,才喂奶,这样容易吃太极导致肚子胀。 笑题是,吃母乳的宝宝,要尽量含住大部分乳孕。 吃奶嘴的宝宝,奶嘴里要充满奶水,不要有空气。 因为吸入太多空气引起腹胀,给宝宝选用奶嘴,要根据月铃来选择,肚子稍有抨起,散腹软,腹蓬龙转云,排气排便正常。 体重正常的,就是正常的。 三,消化不良,受到便秘的困扰,又或手势牛奶蛋白过敏,乳糖不耐,肠盐等,引起消化,吸收不良,就容易产生大量气体。 从而便秘,宝宝的肚子不紧张,而且还硬硬的,那可能是腹部着凉或消化不良,平时要注意宝宝腹部保暖。 四,哭闹的结果,宝宝哭闹得厉害的话,会陷入了大量的空气,造成恶性循环。 一旦宝宝开始哭,就容易因隔气而腹胀,而腹胀又会进而导致他身体的不舒服,以至于令宝宝更加哭闹不停。 五,宝宝肠胃如动障碍,有两种类型,一种是单纯功能性的,成为假性肠阻塞,一种是肠胃到真正缺乏神经节的先前性剧结肠。 如何判断宝宝宝有无腹胀?宝宝的肚子浮腹的,不一定就是脏气了,要判断是否是腹胀倒气的,可以试一下以下的方法。 方法一,用手摸,让宝宝躺下,用手轻按小肚子感到软软的,说明没有腹胀。 假如肚子摸上去感到有吸引,则可能有胀气。 方法二,看表现,防止宝宝肚子脏气的小方法。 一,给宝宝喂奶时,应该注意让奶水充满奶瓶嘴的前端,不要有邪念,以免让宝宝泄入空气。 二,宝宝肚子饿得太久,吃奶时容易腹胀和吐奶。 所以当宝宝要吃奶时,应该及时喂奶,喂奶过程中宝宝哭泣的话,应该给予多一些安慰,调整宝宝的情绪,避免胀气加重。 三,喂奶后,把宝宝树棒,让她趴在妈妈的肩膀上,并且轻轻拍打背部,这样有利于打嗝,排出胃里的空气,直到孩子打了嗝后,才让她躺下来。 四,喂奶过后一个小时,如果肚子还是很胀的话,可以轻轻地成顺时针帮向,为她按摩小肚子,却有助于肠胃如动和气体排出,干啥消化吸收的情况。 五,如如未养的话,妈妈应该避免吃意产生气体的食物,已经吃腐蚀的宝宝,又想吃意产生气体的食物,比如红薯,萝卜等。 按摩环节宝宝宝肚肚子胀,宝宝肚子胀有时候比较难受,妈妈们可以学习一些简单的按摩方法,来帮助宝宝缓解肤胀的痛苦。 一,腹部按摩,宝宝仰卧在床上,妈妈冲热双手,以宝宝的肚脐为中心,用手掌顺时针按摩,不要太大力,每次按摩五分钟,每天二到三次。 二,按热敷按摩,用一条温热的毛巾,饮干水后敷在宝宝的腹部。 注意不要太热,防止烫伤宝宝热敷前先在妈妈的手腕处吃下温度,敷的时间也不宜太久,每天十分钟左右即可。 三,按捏颈背,拖掉宝宝的上衣,让他爬在床上,轻轻地提捏宝宝脊柱仰侧的肌肉,从雷姑一直捏到颈部,每捏三到五下就提一下。 动作轻柔,每天一到两次,每次捏三到五分钟即可。 如果日常生活中,肚子鼓鼓的宝宝生活正常,活动力良好,没有呕吐的现象,肚子也没有硬块的话,肚子胀气是可以通过日常会理方法来缓解的。 但如果有一些替常情况,就需要及时就医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